因为有学长都有提到 面对一些人事会恐惧 尤其可能会感应到其他空间的众生 这样的情况 在佛经上 无量寿经理有提到 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 所以不管往后遇到什么恐怖的境界 最终要能自成念观音圣号 寻生救苦 一定会有感应 尤其现在社会风气不是很好 我们也不知道过去生 结了哪些恶缘 可能会有这些境界现前 这个时候可不能够慌张 一慌张 圣号提不起来 佛菩萨要救度 要加持 就加持不上 尤其是女众 那当然女众也自己要自爱 你不能很晚 还在外面 还在外面 这些都有可能 在现在的风气 我们担心会有一些情况出现 好 所以这个观音圣号 时时能提得起来 化解这些危机灾难是非常重要 那当然佛在这个十回相经里面 也有提到 自成念阿弥陀佛 二十五菩萨 随护其人 会保护这个念佛人 魔不能侵犯 但是要真念 这个圣号要保持 要恳切地持诵佛号 我们有这个信心 自然对当前 对未来就不会有恐怖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是想求感应 那这个就不好 求感应求神通 就很容易遭感 这些不好的圆 就有一个女众 她就因为 一直想见观世音菩萨 她就一直求这个事 结果后来 她就看到很多东西 整个屋子里面都是众生 最后她也睡不了觉 身心都快崩溃了 大家可能 有没有几天睡不好觉的经验 没有 那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干火都上来 情绪都控制不住 她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睡不好 后来她就去找 黄念祖老去试 她还告诉黄念老说 有人劝她念大悲众 大家觉得好不好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她念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对付她 这个心念是有点要打她的 所以一切还是要回到什么 念头上 你跟她有这种 要跟她对立 要对抗 这个可能 一时好像解决问题了 但是还是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黄念祖老就不建议她这么做 黄老也没有直接告诉她答案 黄老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 就说从前有一个出家人 他到了一个山上修行 结果那个山呢 位置特别好 可能是磁场 特别有利于修行 那人想在那里修啊 那其他众生也想在那里修 那她去了以后啊 就有很多的出家在家人 都跟着她 都待在那里了 其他众生就觉得 他们也想在这里 所以就陷了很多异象 那很多人呢 都被吓坏了 后来呢 就都走了 那本来那个出家人呢 还在 就少数人留下来了 后来就有一个人 请教这一位出家人 这位老者 说 这里的鬼这么厉害啊 您怎么都不受影响 那这个出家人就讲了一句话 说到呢 野鬼 他的伎俩再多啊 千般总有什么 耍完的一天满 千般有净 他说老生 不闻不读 无穷 反正我就不看 我也不听 他就耐我 他就 他就障碍不了我 所以他最后计量都弄完了 他就走了 那这一位女士听完就说 你把最后那两句 抄给我一下 好像那时候 黄念老就叫他孩子吧 抄 结果就在抄的时候 他说东西都不见了 就是那些众生就不见了 主要还是他的心念 他不闻不读了 就障碍不了他了 所以境界能不能障碍我们 在理上讲 在这个故事上 是障碍不了的 他再多这些 我们只要怎么样 专注 持佛号 你的整个意念都不要再 有其他的想法 就专注佛号 应该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这是第二个角度 第三呢 好像师父还讲到 在美国 好像有一个同修 住到了鬼屋里面 好像在凌晨 哪个时间段 他就会出现 而且很臭 长得很恐怖 所以他每一次出现 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直念 然后他只要一停下来 那个鬼就又接近他 然后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每一次都跟他 大战数十回合 这个是我说的 素十回合是我说的 反正就僵持了很久 可能都快天亮了吧 后来他就走了 每天都这样 好像后来人家建议说 让他搬家 他说我不搬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出现了 让我精静念佛 这个人也不简单 他把什么 摆第一位 精静念佛 摆第一位 他觉得这个比什么 可能比他的命还重要 他能念佛最重要 这是第三个例子 所以讲这些 仅供大家参考 大家觉得哪一个方法 你最受用 因为我们说 四一法叫 一了意 不一不了意 这个了意 老人家有在延伸 说一什么呢 你用了能得力的 就是了意 对你有效果 不然讲的很多方法 你又用不上 这样就不对积了 你俩 不担心 我 没有